大家好,我是屏東醫院的專科護理師張燕金 我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泌尿道感染的照護 泌尿道感染,返家的時候要注意哪些事情 如果說病人本身沒有太多的特殊疾病限制 我們會希望病人一天攝取2000到3000的水分 然後再過來不要憋尿,有尿液感的話馬上去上廁所 以減少感染的機會 緊接著我們要多攝取維生素C的水果跟蔓越莓汁這樣子 以雙化尿液避免泌尿道感染 再過來我們避免飲用咖啡碳水化合物的飲料 例如汽水可樂以避免刺激膀胱這樣子 然後當女性尿液有尿液感的時候 我們就盡量趕快去上廁所避免憋尿 然後女性排便完之後 希望她用衛生紙擦拭是由前往後以避免感染 然後洗澡的話我們會建議用淋浴的方式 來保持輝蔭部的清潔這樣子 然後如果病人本身有尿管流至的話 我們會希望她每天做輝蔭部的清潔 然後也避免去拉扯到尿管 不適的症狀的時候 希望能趕快回到醫院再做其他的檢查 我的報告到此 屏東醫院關心您